她是川普最看重的女儿 同时也是川普最得力的助手 然而作为权力最大的前美国第一女儿 她却在背地里狠狠地坑了老父亲一把 甚至后来转过头去支持新的总统 这也让美国的民众都纷纷嘲笑川普 连自己的女儿都管不住 不仅如此 她还多次与后妈争权夺势 一次次上演勾心斗角的后宫大戏 让人看得十分过瘾 而且作为一个和父亲一样的野心家 她接下来的目标很有可能是总统的位置 那么在这一切的背后到底有着怎样的故事呢 老规矩点个赞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吧 在美国境内疫情肆虐期间 她利用职位之变联合自己的丈夫中保私囊 偷偷地把大批的医疗物资卖给了私人公司 狠狠地赚了一笔国难财 起因就是川普信任自己的女儿 所以把采购医疗物资的任务交给了伊万卡 这也使得美国的患病人数 从30万快速上涨到了2000多万 面对媒体的指责 川普是怎么也都没想到 会被自己疼爱的女儿给坑了一把 而且在下台之后 正当川普在富与顽抗不愿意离开白宫的时候 伊万卡却背着父亲去参加了拜登的就职典礼 而且还送上了祝福 这一操作简直把川普给气得不行 那到底是怎样的成长环境 才会让伊万卡做出了如此选择 事实上他能有如此的手腕 自然受成长经历的影响很大 伊万卡出生于1981年10月30日 父亲在当时还没称为著名的地产大鳄 而是一个彪悍的商界富二代 他的母亲伊凡娜 则是一个财貌双全的社交名媛 伊万卡可以说是含着金钥匙出生的 从小就过上了衣食无忧的生活 伊万卡在七岁生日时 父亲就送了一块硕大的钻石 15岁就登上了电视台 当上了美国妙龄小姐的比赛主持人 而这场比赛背后的赞助者就是他的父亲 17岁开始进军摩托界 套着自己高超的颜值和身材 再加上母亲的人脉和父亲的商界地位 很快就在摩托圈打响了自己的名号 之后 从嚼着大学毕业 然后就读于沃顿商学院 值得一提的是 川普曾对这所学院进行过资助 他一边上学 一边做摩托赚钱 伊万卡可不仅仅是个好看的花瓶 2004年 伊万卡以各科都是优等生的成绩 成功的从沃顿商学院毕业 不过令人奇怪的是 他在毕业之后 并没有选择进入自己父亲的公司 而是出乎意料的选择了一个纽约的小地产公司 从基层开始做起 并且一路高升 最后才回到父亲的公司重新开始 也是从基层做起 然后一步步的成为了川普的左膀右臂 对于这样的操作 年轻的伊万卡所给出的解释也很简单 他是想要先去别的公司 积累足够的经验 等到自己的能力变得足够强的时候 才能回到父亲的公司 完成自己的事业 为了证明自己的能力 也是不让父亲把自己当作笨蛋给辞掉 所以他工作起来非常的努力 很快就拿下了很多的重大项目 成为了特朗普产地集团的副总裁 不说别的 单单这股干劲就值得让人刮目相看 对此 就连严苛的父亲也表示非常满意 但是伊万卡的野心显然不止于此 他不想一直当一个在父亲保护下的小女儿 更不想活在父亲的影子之下 2007年 伊万卡凭借着自己的实力和影响力 创立了自己的同名女性品牌 其产品包括了珠宝 服装 香水和鞋包等多个领域 并且自己亲自担任了品牌代言人 2007年 他被男性时尚评为 世界最性感100位美女 之后 又连续两年位列美国福布斯杂志 全球十大未婚女富豪排行榜榜首 拥有如此的成就 也让他可以有实力的大声宣布 时尚产业是父亲的盲区 而他自己已经建立了属于自己的帝国 2015年 川普在纽约宣布 要参加2016年的美国总统竞选 主要竞争对手 则是从政多年的希拉里 当时很多人都觉得 半道出家的川普没戏 但是伊万卡却全力的支持着父亲 多次的为父亲拉票驻危 可以说 只要有川普在的竞选现场 基本都有伊万卡的身影 他从一个女儿的视角 讲述了他眼中的父亲 是怎样的一位实干家 他的助选演讲 很大程度的软化了民众眼睛中那个 脾气暴躁 满嘴跑火车的形象 而且靠着自己的知名度和出色的容貌 再加上那自信的笑容和不凡的口才 为川普的竞选提供了强大的助力 甚至到了选举日的前一天 希拉里有自己的丈夫 也就是前总统克林顿 以及奥巴马夫妇助阵 而川普身边的 却一直都是伊万卡 不过事情也没有看上去的那么简单 在整个大选期间 伊万卡还时刻透露着一则信息 那就是他 十分的重视女性问题 有意无意的将大众的注意力转移到他的品牌上 可以说是做足了两手准备 不管竞选成功与否 他都给自己留足了后路 之后川普成功的当选了美国的新任总统 而伊万卡也从特朗普公司和时尚界辞职 和自己的丈夫一起 在父亲的任命下当上了白宫非正式顾问 和总统战略规划高级顾问 从此进入了政坛 同时他还关闭了自己的服装品牌 开始了专心的政治生活 而后迅速的成为了总统智囊团的重要成员 所谓新官上任三把火 在伊万卡刚踏入白宫的时候 他就要求给自己设计一个独立的办公室 而此时的前第一夫人梅拉尼亚 正在处理小儿子巴伦的继承权问题 并没有在第一时间入住白宫 伊万卡也就是借此机会 在白宫占据了一席之地 从那以后 伊万卡便多次跟着父亲出席各种政治场合 而且还多次一起亮相发表演讲 完全就是一副代理第一夫人的姿态 而真正的前第一夫人梅拉尼亚 表面上好像对此并不感兴趣 但是二者在背地里可没少耍心色 上演了一出出的后宫大戏 随着新冠疫情在美国的爆发 面对川普不断的甩锅和挑起事端 之前一直积极的伊万卡 却好像也并没有把美国民众的生命当回事 除了倒卖医疗物资中饱私囊之外 伊万卡还多次干涉川普的决定 把整个白宫搞得乌烟瘴气 与其父亲的可谓是一丘之鹤 所以说川普知的下台 伊万卡起到的作用也是功不可没 更让川普没想到的是 他明明对着所有的家人下令 不允许任何人出现在拜登的就职典礼上 但伊万卡却根本不管不顾 盛装出席了就职典礼 并且送上了祝福 让无数的美国纷纷嘲笑 川普连自己的女儿都管不住 毕竟在权力的顶端待了四年的伊万卡 早就不再是那个听爸爸话的乖女儿了 品尝过权力滋味的伊万卡 估计是想要继续自己的政治生涯 也有人说 伊万卡放着名门前进不作 非要去往政坛里面挤 甚至可能把目光 盯向了总统的位置 并且已经开始悄悄的做起了准备 因为在今年的前段时间 有消息称 他要参选佛州的参议员职位 此举可能就是为自己 从政奠定一个基础 有人说他这是在为父报仇 但是要是联想到他之前出卖父亲的行为 比如发国难财和转投新总统 就很容易证明伊万卡早就在为竞选总统而做准备 甚至一些阴谋家声称 川普的下台也是他有意为之 虽然竞选参议员的消息随后就被他给否认了 不过对此 美国媒体却称他这是在以退为进 如今随着伊万卡退去了白宫顾问光环 居然成为了一个八卦缠身的人物 比如伊万卡的孩子就被学校退学 理由很简单 当初伊万卡为了能够让父亲连任 所以在各州演讲的时候不戴口罩 也没有做明显的防护措施 再加上后来白宫感染人数急速增加 有可能是和校方没有沟通好 所以才有了这么一出 与此同时 伊万卡的闺蜜也给伊万卡来了一个釜底抽新 暴露伊万卡在上学时就非常看不起穷人 闺蜜曾向伊万卡推荐过一本工人接近的小说 却遭到了伊万卡的嫌弃 伊万卡当时生气的说道 你为什么要叫我读一本关于穷人的书 而且伊万卡对穷人的藐视是打心眼里的 哪怕是日日夜夜保护自己的特勤人员也不例外 据美国媒体的爆料 伊万卡甚至不让自己的贴身保镖 在他的家里上任何一个厕所 要知道伊万卡的豪宅至少有十几个厕所 但他却一个都不愿意让出来 这也导致保镖每次内急的时候 只能开车跑到三公里以外的公厕解决 后来政府心疼这些工作人员 花钱给他们在附近租了一间带洗手间的地下室 才解决了这一难题 不过这一部分的钱 伊万卡根本不愿意报销 以为他可能压根就没有把保镖放在心上 其实伊万卡在成为前第一女儿之前 口碑还是很不错的 不仅貌美如花还年轻有为 是很多美国年轻人的偶像 后之所以会变成这样 很有可能就是利欲熏心 想要享受到被人追捧的感觉 还会如此的勾心斗角走到今天的地步 从高调的跟随父亲入主白宫 到后面在一地鸡毛中离开 可谓是大起大落 很多人不知道的是 伊万卡和希拉里的女儿切尔西有着深厚的友谊 2007年的时候 希拉里正在竞选总统 伊万卡为了支持好朋友的母亲 还曾捐出了1000万美元支持希拉里的竞选 没想到几年后这个支持对象 竟然成为了父亲的劲敌 作为有史以来 给自己加息最多的前美国第一女儿 不管是她的野心还是美貌 都一直是人们所关注的焦点 甚至川普都曾说过 伊万卡很有可能成为历史上第一位的女总统 伊万卡的母亲伊凡娜 也曾在美国的一档脱口秀中 表示了这种看法 但是从她的所作所为来看的话 未来不管她是否会去竞选美国总统 相信美国的民众心里都已经有了判断 欢迎留下您的看法 今天的视频就先到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